美國眾議院預計最快是在十二號要表決法案 要求TikTok必須要和母公司自己的跳動來切割 否則會全面下架 不過TikTok是號召了使用者們 打電話給國會議員來施壓 眾議院的委員會近期是以五十比零的票數 通過了法案 象徵美國要強力打擊TikTok 在TikTok平台上公布廣告 以阻止TikTok關閉為主題 呼籲民眾發聲 聯繫國會議員不要讓禁止TikTok的法案過關 但這樣的廣告施壓似乎帶來反效果 美國眾議院能源機商業委員會 以五十比零通過了法案 要求中國字節跳動 在六個月之內從TikTok撤資 否則軟體將全面下架 即使TikTok強調不會和中國政府分享美國用戶資訊 美國依然堅持打擊 而台灣也將TikTok視為危害產品 但能否全面禁止又該如何執行還沒有定案 中國想要逃避台灣 真的可以把年輕人推出資訊 說這是美國人正在垃圾 它可以真正討論 抖音在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对台湾的一个公司跟代表 不容易从本身的外资的这个结构 直接禁用服务的方式来进行 比较能够执行的做法 还是希望可以建立对平台的直接的点落管道 明确的违法是由内容来做控制 禁用TikTok牵涉到国安和言论自由 目前公布门设备禁用 却没有法源依据可以扩及到民间 学者建议相关单位应该和TikTok建立联系管道 在出现错假讯息的时候才有办法及时处理 记者曹燕君邱富财台北报道